男子挑战三分钟喝一百瓶加德勒 他能挑战成功吗 加德勒是一种运动型饮料 可以补充运动中身体所缺的水和电解质 同时还能提供碳水化合物来增强运动耐力 解口渴还能更解体渴 说的小西都想尝一口了呢 只见男子戴上了一副超酷炫的墨镜 面前摆放了一百瓶加德勒 说喝就喝 伴随着三分钟倒计时开设后 男子一把拧开瓶盖 秒秒钟就喝光了一瓶 接着又喝下了一瓶 喝到第十瓶的时候 男子摸了摸他自己的光头 感觉很成的样子 但他没有放弃挑战 一直在坚持喝着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分钟 男子他打了一个格 咬紧牙关又喝下了十几瓶 可能是已经达到了极限 最终喝完了八十瓶 三分钟喝完八十瓶 还是很牛掰的啦 但瞧瞧他是肥胖的体型 应该得有个三百斤了吧 感觉他的肚皮又被长大了好多 挑战有风险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 视频最后 大家一起来猜个谜语吧 鸡鹅百比赛跑 鸡比鹅跑得快 为什么却最后到达终点呢 聪明了你知道答案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